看到的是社会企业献爱新的消息 那么要带您看到的就是 某知名的汽车公司 特别捐赠了5000套的导户设备 给新北市政府 由市长朱立伦在市府代为接受 那么市长也表示说 相当的感谢这一间汽车公司 同时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导户志工 每天来维护学童上下学的安全 那么因为有了大家的努力 这些学童们才能够快乐平安的长大 新北市长朱立伦在市府接受 中华汽车公司捐赠导户装备 共5000套 他感谢企业发挥爱心 也谢谢所有导户志工 维护学童上下学童的交通安全 靠企业对工部门的支持 一起携手努力让孩子更平安快乐 代表新北市民表达对中华汽车的感谢 那除了要感谢中华汽车以外 今天我们来的这些志工好朋友们 其实是代表我们新北市所有的导户志工 我们所有的孩子今天能够平平安安 能够快快乐乐都是有赖于所有导户志工 大家对他们的帮忙跟保护 那我看今天我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担任导户志工 必须风吹日晒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安全问题 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支持导户志工 导户工作是志工行业最辛苦的 风吹日晒雨淋 那尤其在这个家长会学着孩子毕业而离开 那其实我们要非常感谢在座的这些资深导户 由于他们的弃而不舍 那坚持岗位 那我们才有很充足的导户志工 那希望大家也能向中华汽车看齐 多多投入工艺 捐赠更多的导户装备 朱市长为了感谢中华汽车公司的爱心 特别致盛感谢牌 并宣示加强民间与工部门的合作 共同维护新北市学童交通安全的决心 希望孩子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上下学 暑假结束之后 新学期开始 每位导户志工都会有新的导户背心和指挥棒 而这些爱心满满的导户装备 相信是他们最直接的保障与鼓励 永家乐新闻 新北市采访报道